昨天经核酸检测阳性个案共有148宗 在快速抗原检测方面共有173宗阳性个案 香港共有321宗阳性个案 17宗输入性个案 今早学校有26宗新增的个案 除了有一间小学有两名学生受影响之外 其余的学校只有1宗个案 在这间涉及两名个案的小学里 那两名是同一家人 即是兄弟姐妹 截至目前为止 香港在第五波疫情里 累计录得9120宗的死亡个案 昨天新增了5宗的死亡个案 有一位病人 因为他的年龄我们不清楚 他是送了去急症室 那这里我都想报告一下 那这个病人他在街上的时候 就发觉他不清醒 那就送了去明爱医院的急症室 当时是5月2号的凌晨4点52分 那就他有呕吐的症状 那他当时也不多清醒的 他的加拉斯哥昏迷指数是6 另外的血压也都高 那另外他的瞳孔也都不是对称的 那我们都觉得他的情形 都是指向是可能他的脑那里有一个出血的症状 那做了掃描之后都证实是 那入院的西查呢 我们都发觉他的核酸测试是阳性的 Ct value 34.2 那入院就进了港华医院的脑外科病房 这个情形都是持续的恶化 那在5月4号的凌晨左右呢 他就过了身了